好 下一套是鷹Track 鷹Track 當然啦 現在每季都有一個科文射四格出現 季季好像是 LoveLat 也好 黃金拼圖也好 質素不差 也好看 推介得給人看 是很治癒的 大家看黃金拼圖好像回到自己的中學年代 OK 哪個年代的中學 不 如果你這樣想表演就少了年代 有時很難說 但是你說這次的監督 大家一看就發覺 看完那套寵畫就說 咦 這麼像HimamaliSketch 這麼害怕 不好了 向陽掃描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監督常是蒼然 其實是有參與過向陽掃描幾集的製作 不過他不是純監督 不是喔 你說如果這樣說 其實他比較重視劇前內容 以及分鏡頭比較接近男性的製作 科文社就最近四個 前一幾套都是比較偏向女性向為主的作品 但這套是很明顯的 他的鏡頭會拍著胸 拍著群底 拍著很模擬的鏡頭 色情鏡頭 攬鏡頭 攬鏡頭 Kiss 很多劇情 這些比較偏重不像是女性細向的名聲 反而是男性向Service的東西 當然 這位監督對上一次監督那一套就是DC第三集 打架球 哈哈哈哈 繼續 OK 如果這樣計算 這套我們要先說一下劇情 雖然說好像很八合向 但其實八合向之餘 主力來說 雖然說我們以為這套是女校員 原來是男女校 大家留心一下 放學 上學 走廊有些男學生走的 正所來不少的 但完全是不發覺的 很露人的 所以我起初以為是女校 有什麼問題 你Lucky Star 也不覺得有男生裏面 除了一個白石之外 爸爸 你說這套有六個女生是主角 當然最主角是高山春香 紅色頭髮 和黃色頭髮 像字娃華的阮田優 你說句語和頻語就可以了 好 當然 胡松堯和鄭口余香聲演 另外四位待會再說 但頭一集就說 春香和阮田優去了這家學校讀高校 這家高校三年後就close 所以他們是最後一屆學生 結果他們就一起進入高校 也認識到野田 國朗尼 士竹庫 阿楓和Yuzu 其餘幾個 其餘之後 不是Yuzu 只是美月 其餘之後 Yuzu 又不是美月 其餘之後 再要照顧他們六個之中的生活之餘 春香和藤阿丘說 可否有一個美好的回憶 比較難忘的回憶 起初春香就想一下 不如把阮田優的頭髮上面的巴板 不如試試削一下巴板 其實都非常無聊 然後靠岡就說 不如想一下 兩個女生kiss 不是初晚 是kiss 結果第一集的尾 結果兩個女生終於kiss 第一集的問題是你最後才kiss 但第二集之後就來了 就開始來了 然後就開始說說 Korok和Setsuku 兩個住得很接近的同學 結果大家有時去玩 結果大家好像有點移互生情數 兩個同居 對 就變成了有時會到家 結果互生情數 結果大家又開始想kiss 我兩個女生 不關事 又開學那天知道 這傢伙一見鐘頭 就喜歡他的獵式 結果kiss的情況 是加劇解第二集 第一集就kiss了一次 當然是長 第二集就開始亂來 開始這個春香 好像表現出十分一個癡女的角色 欲求不判 接吻魔人 對 不停看到阿丘就好像很想接吻 曾經試過因為 叫他買這個食物 好像買這個法力枝 什麼 午飯的時候 突然間兩個女生 就突然走到一間房裡 然後又無緣無故想kiss 她還不只kiss 她幻想kiss 說想別人都kiss 對 她是一個不停幻想 會暴走的人 結果kiss了不少次 在露台又可以kiss 睡在那裡kiss 還有一件事 結果 還有一件事 阿丘讀書差 結果開過讀書會 讀書會的時候 阿丘的英文很差 春香就教Fill in the blanks 大家都知道Fill in the blanks 有什麼意思 就是填寫英文字 例如Mor 和En 我忘記是英文字 然後就填寫 休息的時候 沒有興趣 就在那裡睡覺 睡覺後 春香就想到方法 每個Fill in the blanks 都會在那裡疼 結果那一集 嘴裡了很多次 有沒有七次 好像差不多了 對 嘴裡到兩個女生在嘴裡 而且每一次嘴裡的情況 不是一個很短的情況 只是畫口水師 畫口水師 真的可以在那裡 結果在嘴裡 其實第二集 就是充滿這個劇情的 我剛才說 這個男性向 如果是女性向作品 如果是女性作者 或是女性監督去做 是不可能有那麼多 無聊的Kiss 其實呢 我經常覺得 女性自己圍內Kiss 我們不知道 因為我們不是女人 就算是圍內Kiss 但她作品 表現實際上 不會用這個質調為主 你說這個女性向我 不是太多 其實我剛才想過 如果這套 不是八學番 叫做女性向番 如果六個都是男性 又怎麼辦 就變得很亂 不亂就都是配對 很明顯就配對 但配對是不會Kiss的 就是六個男人 不會Kiss就推到 很長的 推到你 如果六個男人 兩個在那裡說 因為什麼Kiss 這樣他們都不合理 還是六個女生 其實現在這樣看上 都是不合理的 我覺得不是不合理的 什麼六個男人Kiss是合理的 在TV版的尺度來講 好像不合理 在另一端的某些地方 是很合理的 對很多人都說 另外一端都很不合理 因為Kiss Kiss是沒有可能的 Kiss不會在周圍 一天二十多小時 就只想去Kiss 跟對方 大佬 完全是不合理的 Fill in the brand 又要Kiss 買午餐又要Kiss Kiss是多少次 那些問題就是 你明白了 其實這套期待率 起初在日本也不差 因為在科文社 其實他們受歡迎程度 這套 我想也會拍得住 Love Lab 一來科文社 近幾季 因為水中變得很好 那些人是有一種 錯誤的美麗的幻覺 其實這個PV真的 真的搞得很嚇人 還有你沒有故事 在手 即是你說 我會期待你Kiss 但你不會是不停的 利用Kiss 這件事 而是強行去掩蓋 沒有劇情的東西 他現在是沒有劇情去推動夜間 找些東西可以去Kiss 這件事是惡頂的 大大的問題 你科文社那些四部 一向都沒有什麼劇情 有關係 之前Love Lab也好 黃金平台也好 他可以改到很有劇情 可以 那個性質上 本身其實 那個劇情性不重 四部 你自己一開多 大家都說了 這就是監督的問題 這是監督的問題 你可以做到一些東西很有劇情 而不是說 Love Lab都是一種四部 Love Lab 你看那個劇情是做得很好 是很好看的 你沒法否認 對 你這套東西 我沒理由要不停看你的女生在嘴巴 沒有意思 你不是為了嘴巴而生存 你有第二幕後有些東西想推動 你說到好像金魚 口默默 真的 你放魚糧下去 六條魚圈圍過來 嘴默默 是真的 他幾個 大家說獨自相處 就會開始想一下嘴巴 有一次 有一次 Suzuku 跌了樓梯 跌了樓梯 大家看一看 然後兩個人 在走廊 就在嘴巴 一跌到樓梯 一跌到樓梯 這些人 但他又做到 好像沒有人發現他來嘴巴 現在有些老師是廢的 不知道什麼 完全是 所以很奇怪 而且他做到 春香 好性價崩壞 好像瘋子 一天就想著 未來瘋子 瘋子 瘋子 他是正常的 黑色很高分 但不會好像一開波 黑色很高分 和瘋子 正常這幾個字 是沒有關係的 對 而且 你過分地 賣到他 面紅耳赤 我覺得 你是影響了 整個觀眾 對於主角群的感覺 你覺得 整班瘋子 只有一句 就是這樣 你說要做起這個角色 很難 我覺得 監督問題 這編 我沒有看完作 但我覺得監督的責任 謝謝大家 我們看看原番有多難 我們去下一套